第三季度招商总结报告 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看 这第三季度 足金跌了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咱们把 像香蕉健身这样的 高熟益的生活业态 转给了斐乐城啊 对啊 我们的调整对城 原来是有利的 但是短期 是亏的 所以这个季度 我必须努力把钱给赚回来 不然的话 让你全年的租金 生意不达标 我怕会影响你的对赌心意 我必须要加倍把它涨回来 怎么涨啊 对所有 即将到期马上续约的租户 普涨租金 上半年第一波到期的租户 我涨的是7% 这个季度我想涨 15% 管总啊 你这野心有点大了吧 哎 既然我敢提 就证明现在我们万里 值得起这个租金 前两年商场半死不活的 你有脸跟人家租户提涨租金 现在不一样了 商场的品牌升级换代 而且客乐量分了两番 销售我个也要翻倍了 租金我只涨了15% 商户们赚了 老板 明明是你强人所难嘛 但是这些话怎么从你嘴里边说出来 听着就这么的有道理 那我说的本来就有道理啊 你说的都对 对吗 火快火慢也许就在下一站 谁等着我 不及有答案 干嘛呢 干嘛呢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集团明天要给你举办第三季度的新工业呢 提前来给你贺心 感不感动 惊不惊喜 我谢谢你 明天我就把我们密码所给改了 你这么家外干什么 你家里没什么见不得人呢 你可真是 你还不顺着我一点 我现在是有家属的人 你能闻失趣点啊你 广门在啊 我都没有一瓶了 叫他说一起喝酒啊 你是喝多了来了什么 不是 广门在我这儿不是什么外人 还能不好意思见到你 你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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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跟你看见 广门 我带了一瓶特别好喝的红酒 你出来尝尝 广门 人呢 没什么情呢 我再洗澡啊 没清清水事呢 没事 我等他会儿 你烦不烦你赶快走吧你 你 这个是什么呀 我的口红啊 你躲里边干嘛呢你 你还要凑多近呢 不过你这裙子的幻丸 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神 你再看我戳瞎你眼睛啊 你 转回你 丁 丁丁 你重色轻鸟 打算怎么陪我预聊啊 谁让你把我衣服弄坏的 那这一心情绪啊 听说这一次 庆功宴的主角不是万力 是我们丁总 集团表彰万力还是丁总 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不一样了 你们是不是忘了 他为什么会来万力啊 这里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票板 一旦完成了跟郑董的对赌协议 他还是要回去的 这不是快了吗 集团啊 特地举办这一次三季度的庆功宴 就是代表了一种 提前欢迎他回去的态度 你说对不对啊 玛丽 可是我听说 郑董跟丁总的关系 可不太好啊 那也可能是郑董觉得 既然阻止不了 那就加入啊 也对啊 万一丁总真的回了集团 两个人的关系多尴尬 还不是提前示好 您把郑董想得太简单了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看他那表情 怎么那么得意啊 我是不是算漏了什么 丁总来得真早啊 家里班庆功宴 主人来得比客人还晚 不合适 还这么自信 今天很同性 来到万立的庆功宴 其实这场庆功宴 我觉得办法 这三个季度以来 万立发生的变化 我是看在眼里 觉得非常邪恶 你们可能不知道 一年前 万立商场被列为不良资产 是准备要出售的 但现在我想说 幸好我们给了万立更多的时间 来证明自己 今天 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 这些改变 商场的管理团队 功不可没 所以今天特地 没万立的管理团队 新城的新城公开表扬 表扬的是管理团队 表扬大家的努力 是吗 我要特别提一提 在雷总代理下的营销部 做得非常出色 在过去的一年中 客流提升了百分之二百一十三 在招商遇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 还能保证万立的人气不低 像我 这个营销部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是批评管文的招商有个问题 他也是在总经理的要求下 做的执行 但我们主动 把香蕉戒身这种高端的生活业态 推到竞争对手那里 真的是一个很愚蠢的局点 不仅损失的人气 也少了从今收益 和话题的暴力 看看人家斐勒诚 新开业之后的热度 远远超过我们 所以今天 在这个特别的场合下 我也想借此机会宣布 营销部 雷克森的新人民 万里购物中心 首席运营官 CEO直接向机场高额汇报 让我们恭喜雷克森 雷总 姓正的是有病吧 丁总 承让了啊 恭喜雷总得偿所愿 丁总话不能这么说 我的愿望怎么能只是做个CEO 好 你知道的事啊 我怎么知道 我跟她姓雷得早外关系了 再过 姐 这问题吧 我没事 让我接你去 你 她结果不是出了你啊 认识她这么多年 第一次见她受这么大挫败 然后自己跟你待会儿吧 可是我真没想到 郑董可以这么颠倒黑白 胡说八道 如果不是我们说服 斐勒辰 让她区别经营 制作生活业态的话 那么现在万里 整个品牌思法都被把控了 她居然可以单把 想叫先生这一块拿出来说事 她为什么不看看三年五年之后 租金的收益的长幅呢 我们能看出来的事 她不会不懂 但她现在就是要使了为马 我们能怎么办 我可不信 对她就真的没有办法 想去 这一杯 她再吃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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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美少年,请问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安慰男人比较好,在线等,有点急。 这次要问王太太了。 让她冷静一下,你陪她一晚上就好了。 滚。 想歪了你。 我诚心诚意请教你们,能不能给点实用的意见。 完了,完了,第一次见广闻对一个男人这么上心,要被套牢了。 你别着急,丁宁是个理性的人,你要给他留些自我消化的空间,他能想明白的。 他喝醉了吗?你扛着洞吗? 要不要我过来帮忙。 目前看着还好。 要看着,你还会干什么? 轻松一点想要是阻止。 你轻松一点想要是阻止签问题。 你是阻止签的我要回答。 去呀,你轻松一下。 你来了 还好吗 你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